太平天国起义历时14年 转战18省 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 在其影响下 南有天地会起义 北有联军起义 西南西北有各族人民起义 天津陷落之后 太平天国余部仍坚持斗争达四年之久 强烈地摇旱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 太平天国起义也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体系 清朝的正规军 也就是八旗军和绿营 在太平军面前不堪一击 直到曾国藩等人为代表的 主要由在籍官员和地方乡绅所领导的地方武装 也就是团练的兴起 才逐渐改变了这一局面 但从此以后 清朝的军事大权逐渐转入 曾国藩 李鸿章等汉族官僚所掌握的 由地方团练武装所演变而来的 湘军淮军的手中 都府分权 人事权 财政权 也逐渐地落入了地方封疆大吏的手中 清政府再也难以退回此前 中央大权独揽的强势的局面 太平天国起义还冲击了孔子和卢家经典的正统权威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 太平天国起义既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又具有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这集中的体现在天朝田姆制度和资政新篇 这两部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上 天朝田姆制度比较完整地表达了 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对于拥有土地的渴望 资政新篇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 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它反映了太平天国后期的某些领导人 试图通过向外国学习 在中国寻求国家出路的一种努力 太平天国起义对于日后的反地方封建斗争 具有很大的启迪和鼓舞作用 孙中山及其同志非常赞赏太平天国反清的斗争精神 以其后继者自居 中国共产党人也十分注意吸收太平天国的经验和教训 太平天国起义还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 太平天国在与西方列强的交往中不卑不亢 坚持民族平等拒绝列强的威胁利诱 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 同时当列强试图阻止太平军前进或直接组织 长盛军 长杰军 阳枪队等帮助清军进攻太平军时 太平军对之进行了坚决的反击 屡败清军的阳兵阳将却屡屡被太平军所打败 这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志和决心 也粉碎了西方列强迅速把中国变为其殖民地的企图 我们把观测的镜头拉得再宽一些 放眼世界 太平天国起义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主解放运动当中 是持续时间最久 规模最大 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 对其他国家的民族独立与改革运动也有促进 比如有的学者曾经研究指出 太平天国对于日本的民智维新产生了推动作用 太平天国起义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主解放运动一起 冲击了西方殖民者在亚洲的统治 太平天国之所以最终失败 客观原因是清王朝与外国统治者相互勾结 共同镇压 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 其总体实力远远超过太平天国 这种力量对比的悬殊是太平天国所以失败的客观因素 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观原因则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 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 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 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内部自身的腐败现象的滋长 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 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向心力和战斗力 太平天国运度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 在指导思想上 拜上帝教毕竟不是科学的思想理论 其教义含有大量粗鄙迷信的内容 这使得太平天国的政权具有很强的神权政治的色彩 产生了神权与政权之间的张力 杨秀卿早年曾经通过天赋附体的方式 帮助困顿中的拜上帝教度过了危机 红秀全也认可了 但是当两人矛盾日益加深时 杨秀卿再次祭出了天赋附体这一招 身为天王忘遂的红秀全 在宗教上也只是天赋的次子 天赋的第二个儿子 所以他必须老老实实地跪在杨秀卿的面前 接受他的训斥 这就形成了太平天国天有二日的怪当局面 天津事变自相长沙之后 拜上帝教的意识形态光环大大退减 红秀全不仅没有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造 反而强化了其迷信笔俗的一面 日益上市了对于群众的号召力 在文化政策上 太平天国也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 把儒家的经书融统地斥为妖书 倒回孔教 这种摧毁一切的做法 使其极难获得士大夫精英阶层的支持 相反 使得他们当中的很多人 都成为太平天国的激烈的反对者 下面我们看一段 采制凤凰大视野近人曾国芳中的视频 曾国芳早年在玉露书院所接受的理学教育 成为他终身不可撼动的心条 而洪秀全摧毁一切的做法 显然对他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刺激 他们在文庙干什么 去杀猪 杀狗 然后把猪血 狗血 喷到孔子的硕像的头上去 用这种方式 就是彻底地捣毁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支柱 就是你太平天国冲击我的灵教 不但鲁学存在不了 佛学 道学都存在不了 中国的精神世界 从此以后全部被达为一片评鉴 你说叫中国人怎么活 郑国藩之所以要讨伐洪秀全 不仅仅是为了保卫他所效忠的朝廷 更是因为他信奉的理念 遭到了洪秀全的血度 为郑国藩是狱教实现的一个真实的集中者 不代表 洪秀全在南京建都一年以后 郑国藩在湖南率领乡军事实动正 郑国藩当时发布了一篇 讨岳飞喜 他在喜闻中抨击洪秀全 说他是对几千年来 中国的利益人伦最大的一次反动 在中国方看来 太空天国的可怕 不在于他功成略债 也不在于他杀人无数 最可怕的 他认为是太空天国 推翻了几千年来 中国那些传统的东西 使得人们没有道德的指引 没有是文化的根 太平天国后来对儒学的态度有所变化 主张对四书五经商改之后加以利用 不过商去的主要是与拜上帝教不相容的内容 而把儒学中的封建刚常伦理原则都保留了下来 这就涉及到太平天国局限性的又一个要害 农民 小生产者 自私狭隘的一面 导致追求享乐 腐败内斗 乃至自相常杀 定都天津之后 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们很快就抛弃了早期的奋斗精神 脱离了管达官兵 建立了豪华的府邸 极力追求物质享受 洪秀全有名有号的嫔妃就有88人 杨秀卿也有王娘54人 1856年天津事变 更是天国中书残酷权斗的血淋淋的写照 大大涣散了太平天国的凝聚力 当时在太平天国成员中流传这样一首歌谣 天父杀天兄总是一场空 打打包裹回家去还是做长工 天津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胜而衰的转折点 在对外政策上 太平天国对外国侵略者虽有反抗 但是缺乏理性的深刻的认识 他们一方面有幻想 对外国侵略者和外国人民不加区隔 把信奉天父上帝的外国人都容统地称为羊兄弟 另一方面又抱持天朝上国的心态 把外国使节视为来自低贱鼠般的代表 最终不仅无法利用蜻蜓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 还促使二者联合在一起 在军事战略战术 民生经济政策上 太平天国也有诸多失误 总之 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 虽然农民阶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具有巨大的革命潜力 但其自身不能负担起 领导反地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 单纯的农民战争 不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感谢观看